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魔鏡編輯,正向報告,浪費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看看,如果不知情的狀況被退訂,大家可以訂閱 現在就說一下,哈哈哈哈,我也忍不住笑,對不起 有些事情我想到已經覺得很好笑 現在搞夜市,香港要回到夜市,有一個新活動 就叫做,繽紛夜香港 哈哈哈哈哈哈 或者是香港夜繽紛,搞錯了香港夜繽紛 香港全力追谷,香港夜繽紛 那有沒有用? 第一件事就是問一下,什麼叫香港夜繽紛 現在香港是怎樣的呢? 這幾天晚上也有人出去 哈哈哈哈 晚上,街上很少人 哈哈哈哈 你怎麼夜繽紛 你說,你花了來不是,是閒日而已 現在是星期二、星期三不能作準 今天是星期四而已,不能作準 哈哈哈哈哈哈 現實就是你去彌敦道,坐一轉巴士 由太子那邊,放進尖沙咀 你看看這條街是怎樣的 喂,很多人 但是很多店鋪 當然沒有開店鋪 因為租出去都沒有租出去 哈哈哈哈 你跟我說,你要夜繽紛 那就是 那些街鋪有沒有夜繽紛 我告訴你沒有 街鋪現在很多都做了一些 什麼倒閉倉 這不是幫他賣廣告 真的,你看看 倒閉倉或者類似的店鋪 裝修都很簡約的 裝修 又用了簡約 喂,公屋就簡約而已 裝修都可以簡約嗎? 是,不過那些簡約公屋的裝修 就一點都不簡約 哈哈哈哈 你看看 即是香港那些簡約裝修 就跟簡約公屋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你要說清楚 簡約裝修就基本上是不拿裝修 隨便放幾個貨架在那裡 哈哈 那我相付做生意 你去看看 現在香港很多這些人 尼敦道也很多 那你會說 那麼嚴重 你自己去看看吧 是不是 即是我不需要抹黑香港的 你去銅鑼灣 喂,都是這樣 現在的街鋪也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哎呀,真是 那條街晚上靜過鬼 有些人說 是,這個是真的 哈哈哈哈 靜茵茵的 就是這樣 Jurie Mac就說 這麼像美國 晚上的街上靜過鬼 哈哈哈哈 即是 肥咪媽就說 香港放在前面好些 即是香港夜繽紛好些 說繽紛夜香港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 最繽紛就是 昨天 應該是前晚 不是昨天 前晚 就蓋了一個 即是 跟成人電影 女主角夜繽紛 被人蓋了 哈哈哈哈 你懂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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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他們都開始難做 現在有些人就直接 淘寶 哈哈哈哈 看完那些貨 哎呀,淘寶 那 那 何虎就說 夜繽紛隨時變夜繽紛 那 即是崩潰的崩 哈哈哈哈 黃昏的分 那 那 那 拖得車就說 那什麼都不要做 等死就算 那 我就告訴你 這個情況就是 你強行做 會有其他問題出來的 你強行嘗試去做 還有你要想清楚 你要怎麼做 例如舉個例子 如果你真的要搞夜市 有些事情 你就不能夠 就是 太過盡全力去打壓 就是 舉個例子 就是 工廈有關的 那些 做生意的 那些 其實是 不能夠說死 你說他是 違反地契就是違反地契 你一說違反地契就是違反地契 我就告訴你 你真話 你沒有辦法 但是 就是 令到市是有信心的 那 周周李就說 韓國首爾就很多 夜繽紛 特定點 昨天我經過 避風堂 就是銅鑼灣避風堂 我跟朋友去放狗 他是我的客人 就跟他放狗 走經過避風堂的 那個蜜春公園 這些事情 當然是 立邱撒到不堪 我也不怕說 其實有些事情 就是 你做了出來之後 你根本沒有維修 什麼都沒有 有些事情 就是我們所說的 根本就好像荒廢了一樣 你自己去銅鑼灣的避風堂 那時候已經有活化的避風堂計劃 你去看看 那一段 或者是立邱撒到不堪 真的 不是開玩笑 你現在說要搞夜繽紛 其實 沒有遊客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沒有遊客 沒有外國遊客 來 Rotis 諾威娜說多開幾條路 先讓人過關 回家更好 Wing Hong Lao 說 一個城市有一個夜市旺 想搞旺夜市 搞旺業就包旺 每一個城市旺就一定有旺業 這個我遲些會說 很重手地打擊了一些事情 它就會有其他的後果 那 河虎說 香港現在是這樣的 整完就算了 它本來的計劃就是活化避風堂 你想到什麼避風堂呢 我昨天看到 你活化避風堂 起碼也要有人在避風堂炒蟹 做生意 有其他地方 不是這樣的 它那裡就是 變成遊艇拍攝的地方 有錢人就拍攝在避風堂那裡的遊艇 你怎麼可以活化它呢 避風堂以前有很多東西吃的 炒蟹、蜜春、上船吃的 據我的了解就是這樣 現在都沒有這些事情 現在都沒有這些事情 哈哈哈哈 你說多嚴重 好了 JoJo Lee說 夜奔分要很多東西配合 我不是調查夜奔分台 一定要說 而是看到的挑戰是很大的 你叫一些商家 我支持政府 我出來搞旺夜市 你怎麼搞旺 你本身都不旺丁 連旺丁也沒有 你要搞旺一個市 你最重要是有人來 問題是沒有人來 之前還好笑 之前有幾百間班機 這是新聞報道來的 有些事情 你看一下就會知道 不太符合 有幾百間班機延誤 接著 接著就影響到幾百個城額 即是怎樣呢 幾百班機延誤 影響到幾百個城客 即是 本身很少人來 我先打個問號 先看一看 那 Rotis 諾威娜 就說 吵架炒蝦 拆蟹 就有 好 其實他那裏 那裏 本來他整好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 都走過 他新淨一點的時候 走過 但他 我認為他做了 所以 有些人力車 那些 被人拍照 那些當然是假的人力車 被人擺拍的 那些 即是 本來有人拍照 那些 現在殘舊到不堪 現在殘舊到 完全不成功 那 Freder Wong 又怎樣夜繽紛 就再看看 其實 問題就是 現在最主要的問題 你都解決不了 就是遊客不來香港 即是你基本上整色整髓 你解決了一個問題 每一次都是製造更多的問題出來的 那拖多車就說 要靠天皇天后開演唱會 才能找到客人 這個又好笑 我又告訴大家 在外國看 即是那些 香港的旅遊 那些 推廣宣傳片 不知道 找了 就像拖多車那樣 就要找香港的天皇天后 去拍的 但是問題就是 不認識他 那些外國人 不認識他們 即是你香港的所謂天皇天后 其實外國人 是不認識他們 有人問我 那幾個人是不是就這樣 普通人來的 他有什麼特別 那幾個人 拍了一些片 很奇怪 那你說我不是 我這些片 是讓香港人自己看回的 如果你讓香港人自己看回的話 那 有沒有用呢 我就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那 東莞就說 五十多年前 上班一定行過避風塘的 銅鑼灣 以前很熱鬧 很多水上阿姐穿得很漂亮 拿著絲巾 不斷叫人下艇吃東西 是啊 活化這一點 最核心的東西根本沒有活化到 其實就是 還有避風塘 其實根本就變了質 現在香港大部分避風塘 結果是拿了被人拍遊艇的 那怎麼辦 那你有沒有可以搞 那麼 Freder Wong 說 早前我公司 派免費機票給香港市民 即是出外玩 即是鼓勵市民出外消費 你現在說夜繽紛 其實實情 深圳繽紛很多 那些人說 你香港夜繽紛 深圳繽紛得多了 聽到人們這樣說 即是我在香港聽到人們這樣說 聽到 哇 夜繽紛什麼夜繽紛 怎麼夜繽紛 沒有人的 怎麼夜繽紛 再說 這個特色特別普通 其實 問題就是 現在搞得太遲了 你明白嗎 其實去年 開關之前 打算開關 立即沒事的 大安旨意 這些叫做 開關就一定成功了 那時候那些人說 開關就一定成功了 一開就即死了 這個鐵批就中了 中中中又中 那時候有些人還跟留言 說沒事的 一定成功了 你不是有口號 這個地方一定成功了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要面對現實 第一件事 好像拖到車 要吸引海外國內華人來說 外國遊客很難吸引 美國對香港發旅遊警示已經很傷 我再說一次 有些事情我曾經說過 你不要搞得太肉酸 有些事情 為什麼連我回來的外國朋友 說你回香港嗎 究竟現在香港怎樣 好像很危險一樣 說一句話都會被抓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 西方媒體唱衰香港 西方媒體是有唱衰香港的成份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做些事情 令到西方可以加鹽加醋 去唱衰你呢 你自己有沒有做些事情 明眼人一看就覺得不對勁 然後明眼人一看覺得不對勁 那當然 現在其實在香港還有一群人 覺得香港不多妥 有一群人覺得香港已經死了 覺得香港死了的人 有部份就決定移民 他自己走 抵擾他死 他自己走 我們要恥笑他走的人 當一家人決定離開的時候 我說句真話 他不只是帶走幾個人 他連他在香港 存下來的錢 各方面的東西都會帶走 你是不是要好像 之前有些人說 有些政界領袖出來說 移民就是移民 有什麼所謂 還有快點離開 我買了機票給他離開 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很不樂觀 你每天都很悲觀 你每天都在這裡放負 我是面對現實 我是面對現實 我不是放負 我是面對現實 我是面對現實 Benzim就說 深襯幾個月又不同了 有新鮮感 相反香港就好 其實 那些有錢人很簡單 他們現在就說 我請不到人 我也想搞靚他的市場 我想搞靚他的商場 但我請不到人 我要請外奴 我要做很多事情 但沒有辦法 香港人不肯做 現在有工沒有人做 我要請外奴 幫我搞定所有事情 但這些事情 其實很坦白跟大家說 你這樣一開始高調請外奴 其實本身本地人洗錢也沒有信心 他們不會在香港洗錢 壓縮在香港的消費 其實我早就說過 一開關 壓縮香港的消費 有部份人上大陸 有部份人去日本 有部份人去日本 有些人去泰國 去泰國才洗錢 泰國洗錢比較划算 那 那 那 這件事太遠 他就說 適人移民BIRMINGHAM 但是市政府破產又要移 不要看到標題寫 引爆連鎖反應 就真的會有連鎖反應 一個地方政府破產 是讓那個地方重新開始的機會 會不會有連鎖反應 我看到 哪裏會引爆連鎖反應 有什麼連鎖反應 其他市政府一齊 出來說要破產 其實也有可能 但當你有幾個地方政府出來破產 你在那裏有物業 你是否真的因為那個地方政府破產 你就要搬呢 我先說實話 其實不是 這些地方債的問題 其實我之前已經講過 在中國的情況 舉個例子 中國的地方債被人吹了很多年 我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我在節目中講過很多次 中國地方債是不會有事的 即使地方很不適合 其實錢很多都是欠中央政府的 中央政府 說不追溯 或者讓他收信一點 其實已經沒事了 你說在英國那裏 現在他為什麼會破產 昨天節目解釋過 他破產是因為被人告到要賠太多錢 他都賠不起了 那麼他破產 是不是重新開始 是重新重新 是不是賠少一點 收信一點 你看看就是這樣 其實 沒錯 我們有些標題是引爆連鎖反應 很多視頻 但事實就是 有什麼連鎖反應 沒有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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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認真地說 有什麼連鎖反應 沒有連鎖反應 你說要不要 因為移了去Birmingham 又要再移多一次 為什麼要移多一次 我問你的問題 你移了去英國Birmingham 去Birmingham 破產 你是不是還要 再移一次 如果是這樣做的人 他們是白癡的 我不想這樣說 但事實就是 你再這樣做就愚蠢 為什麼呢 那個地方破產 你不破產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個地方政府破產 關你什麼事 你不破產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就是 你現在這樣搬來搬去 那個地方出少少事 又搬去別處 有些什麼又搬去別處 你破產 就會出問題了 你明白嗎 那個地方破產關你什麼事 對不對 清楚就說 接下來有五個城市在排隊破產 他們說的 但是 情況就是 他們現在不斷說 其實想做一件事 就是 不只是他們一當 就有 類似的官司的問題 就說男女平等 就沒有平等到 就要賠花紅給那些女人 這樣 賠不起 這樣 這個意識就是 什麼同工同籌 只是給了花紅男人 這樣 這些呢 就是說 英國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其實昨天節目也解釋過 他法院是這樣判了 本來我也說過 法院判了的時候 他賠不起 那個市政府應該一早出來說 但是他就拖著那件數目 嘛 對不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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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 連鎖反應的 其實就是 如果 連鎖反應 就是說 你自己要搬去第二處 香港是大灣區的部分 我提醒大家 如果你說要搬去大灣區 那你說搬去大灣區其他城市 這樣 那 可以的 有些人 現在 他認為香港是比內地差的 其實是 那麼 他們搬回內地 我也覺得很正常 那麼 所以有些人就說 香港已死 他就不是說 那 就是 那些人都會走去外國 其實 有部分的人 就是說 那些人走去大陸 其實都是死的了 香港是 那麼 現在差不多 都證明了這件事 就像榮池說 深圳的大商場多野食 有動物體 有馬騎 有多野玩 香港的商場 基本上全部一樣 有什麼特色呢 怎麼可以怪香港人回深圳玩呢 其實 香港的商場搞到沒有什麼特色 每間都一樣 其實 這個就是 他們做商場的人 沒有想過要搞什麼特色 其實 別人搞一些商場是這樣的 他們會在市面上 就密識一些 做得不錯的街鋪 就吸引他們在商場那裡 開店 這就是要求那些 地產商要讓一些利 為什麼會在國內做得到 在外國做得到 在香港做不到 這就是跟香港本身的有錢人有關係 就是 你要搞一個有特色的商場 在香港 只有哪間地產商做得到 一個有特色的商場 不是新世界 還要是 我不是拆他的鞋子 一定要說我在香港 我也不認識他 但是我也要說 就只有鄭志光會做 這些是 這些是 要有些想頭的 就是 富三代才能做得到的 也沒有夢想 有些人 其實有些做地產的人 也沒有夢想 你看看 減除哥那些 建棟樓也是四四方方 最重要是收租收到盡 你說行基那些 會不會再做得到更好 我覺得行基也有前途 他們從第二代 第三代 現在是第二代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想想要奪獎 想想奪獎 其實你說 沒用的 找不到錢 不是 有些東西讓人吸引去 也要有些特色才行 你弄到的場 你弄到迫勁勁 樓底又低 誰會去呢 其實有些事情 說完又再說,說完又再說 政府要做,要幫忙搞旺夜市,不是不行 但是,政府說,他能否搞成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搞另一個問題 何虎就說,商界不肯的 我外甥女的茶記有些名字 B City 本來想叫他去 但是,租客死了他 他寧願租出街鋪更便宜 其實,我也要說一件事 你要讓來給商場租客才行 你都不肯做第一步 剛才何虎說的話 其實在其他場上也會出現 我知道 在外國就是這樣 你當作有些名氣 他就找人跟你談 他給你一個很優惠的交易 那你就可以進去 那你就可以進去 那裡開 其實,你起碼也要有些 網紅店,然後有人流 然後大家做到生意 你才可以做大個餅 你如果單純 那些大集團偉偉偉 我租給你,大集團 你做到每間都一樣,沒有特色 其實我之前說過 有朋友的朋友做酒樓 也不算是大集團酒樓 有幾間 但是,你不夠那些 有幾十間的玩 幾十間的酒樓 然後租的地方都特別漂亮 一般人租不到那些漂亮的地方 結果 小生意人做得很辛苦 其實就是 差不多是做不到的 他花自在就說 K11沒有什麼人走 海港城人頭湧湧 這就是本身地點的問題 這一定要說 清草就說 成哥大仔很黑薄 對表現不突出的員工 什麼都說得出 我不評論他 始終都是 大腦中的大腦 大腦中的大腦 不敢網家評論 但是 做得好的我會說 我認為做得好一點 我會說 K11沒有什麼人走 其實 我之前 這次回來沒去過 但是之前 我知道那裡有很多人 是多人都不得了 現在究竟怎樣 我不知道 我去查證過 才會說 究竟是不是真的人頭湧湧 Pilotase 又說 傳媒說 新開維芳如何厲害 如何多東西走 但是現在一拍攝 深圳的牆 就已經差了幾班 這件事 你是沒有辦法的 我講句實話 這些事情 你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因為 深圳那裡 他們的牆 自己之間 都是有健康的競爭 他們的競爭 其實是 你說很內卷 其實不是他們的競爭 是挺健康的 那裡 Persy Wong 有很多名店都很少人走 我自己就留意到 那些名店 根本上近來沒有生意 就是 香港現在 那時候還催 那些名店有很多生意 又回來了 那些人 那時候又說 排隊 那時候 現在開關沒事 最壞的是林鄭 不開關 所以就 全世界了 我那時候也說 你這樣說 基本上 就是要把社會的問題 屈下一個領導人 其實現在是大為不好 我老實說 你說李家超有沒有做錯事 我也認為他沒有做錯事 他現在強行去嘗試做 但是 我是不看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核心的問題 就不是政府做成怎樣 而是 你做商場 那些有錢人 你肯不肯去做一些特色東西出來 去吸引一些商場的人去走 那些商場 這是核心的問題來的 你怎樣可以吸引那些人流 你怎樣做 你會不會肯扔些錢去做一些特色東西 那麼 何里旭就說 K11在河內道就多人 但是K11Mucia K11Mucia 在以前 新世界商場 就很少人 老實實 就是 我 這次沒有去過那裏 我不敢說 你說的東西是不是對 但是 就是維芳那些 我也沒有去過 就是我這次回來 都沒有去過那裏 所以我也不敢說 但是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 就是 我自己能夠說 就是 在一個比較著名的外套 那些人的消費很明顯是向下的 以前的外套 十幾年前我都住過一次 就是十幾年前我都在附近住過一次 那時候 那些名店門口就有一條排隊的龍 現在就沒有一間有排隊的龍 我講一句真話 就是買一些比較貴一點的東西 已經沒有人排隊了 其實有些東西是改變了 我只能夠說 有些東西是改變了 那 那 Truth Orc 就說 明店排隊最噁心 K11 有正常消費者可以慢慢購物 我自己沒有去過 所以我不敢說死定 一定有人一定沒有人 但是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現在市面上 那些人的消費 他自己都是盡力壓縮的 大部分人 那麼 輝日人類命運的共同體就說 最重要是 香權貴 紛紛不會理平民人公恩 現在我聽到很多特別的東西 回到來之後 比較有錢階層的人 他們就覺得 香港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請不到人 有工沒有人做 比較有錢的人是這樣看的 這是現實來的 但是打工階層的人 其實就 感受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 現在的工 人工出手很低 根本 就不是人做的 其實這個矛盾 你現在是化解不了的 我老實說 你如果化解到這個矛盾 其實很多事情 就沒事的 就是 人們有信心 起碼工作穩陣 他們自然會花錢 那他花錢的場子自然會旺 那場子旺 其實做大生意的人 又可以賺多一點錢 但是現在他進入了一個困局 這個困局是處理不到的 Karen Chan 就說 K11 壓磨 中間的人流很多 主要是年輕人 K11 苗絲牙 海皮下面兩層都多人 吃東西那些都多人 中間幾層名店區 就沒有什麼人 其實現在做名店區是死的 我也很肯定這樣說 名店區是不行的 因為 奢侈品消費是縮得很厲害的 這是縮得很厲害的 那麼 Sandy Wong 就說 越有錢越沽寒 那麼 我又不敢這樣說 但是 他們看那個社會 有錢的人 他們看那個社會問題 和 打工的人看的社會問題 就有不同的角度了 現實就是 Karen Chan 就說 海皮那裡的地底是food hall 以及買化妝品 她那家牛角包店很出名 有時候也會有人排隊 以前疫情的時間都排長龍 疫情之前我又去過那裡 其實他們那裡根本是很多人 其實很旺的 其實他們面對的挑戰很大 那麼 你說要不要支持 你沒辦法不支持 你住在那個地方 你當然是想那個地方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 比較有錢的人 他不肯 出一個合理的價錢去請人 或者他不肯 去做一些比較公道的事情 因為現在看到的 正向Angel 他發了很多 在勞工署請人的截圖給我 有很多工 剛剛高於 申請單人 公屋的人工 單人公屋 他有要求 一單人申請公屋 他有入息限額 那麼 他在勞工署那裡 就特地有些工 登出來 其實那個價錢 比市場的價錢很低 其實低很多 有些根本都不正常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什麼叫正常人工 例如舉個例子 你去南記那裡 南記分辨去請人 去登出來的人工 就是市場正常價錢 當然登出來還會高一點 登出來的人工是正常價 但是勞工署那裡的工 就是正常價的一半都沒有 其實是這樣 那麼 究竟那些人為什麼要在勞工署登 那麼 這個就是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當然假裝請不到人 你在勞工署登 或者 特地在那裡登出一些不合理的條件 去請人 請不到人 就請外勞 現在的打工仔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你根本 一看到就知道有些事情是有問題 而你政府有些事情 你根本就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 不應該做的 有些事情 我覺得很缺人 我要請外勞 你說為什麼 說夜繽紛又會說外勞 我又告訴你 你沒有本地的人做事 你根本就沒有夜繽紛 我一個朋友 也是昨天見過他 他在機場那裡做過一段時間 他當然以前在機場 也算是比較高級的人 現在當然他沒有工作 我那個朋友一段時間沒有工作 疫情的時候 其實已經搞到他沒有工作 他當然有職速 當然是頂住 這些人 不會在失業數字那裡反映到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一直都是說 有很多人很糟糕 但是 你的失業數字 你完全不會反映到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在找工作 但是 你不會在失業數字找到這些 即是在疫情期間 沒有了一份工作 中產的人 或者中等收入的人 因為他們有職速 你看不到他們的苦況 其實有很多人是 為什麼我看到 因為那些朋友都會跟我談 現實就是 那麼 Warl就說 沒有收入就是沒有消費 都是一致金錢 沒錯 但是他也要 即是他有積蓄而已 但是他也要壓縮消費 現實就是 他有積蓄 但是有樓 其實不做也可以 因為有一間樓上升了水 但是現在他也要壓縮消費 因為工樓貴了很多 還有就是 那份工還沒有著落 疫情期間 有些人是被迫停工的 那份工是沒有了的 他就找了機場的人聊天 因為他也會找回舊同事的聊天 機場 那時候不是說有人要請外勞 就是 聲大大說要請外勞不夠人 其實呢 原來內裡也有乾坤的 其實那些工一向都是請香港本地的南亞人去做的 根本呢 就是 請外勞根本是一個房子來的 其實那些工本來就是請本地南亞人 本地南亞人有事情麻煩的 其實呢 你要考慮他的保險等等 那些事情 但是呢 你就不用幫他想住宿交通的那些事情 其實呢 請外勞這條死竅呢 根本呢 就是 神經病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 夾起來 有些其實是公營機構來的 即是機管局那些是公營機構來的 你會請外勞 其實那些藍亞人是願意做的 那些藍亞人 即是他本來那份薪金出來 是吸引到藍亞人去做的 那些藍亞人是沒有問題的 你說要請外勞 結果請外勞 你又要想起 他的交通 又要想起外勞的住宿 其實整體來說 根本就不會比請藍亞人便宜的 你整體的成本是 那他們就說 不是呀,請不到嘛 那很多藍亞人想做的工作都不請 你老尾 即是現在是多嚴重 你說 Persy Walk 說 事應萬四,護理萬七 這個是 勞工處的問題 那些招聘 根本是狗說的 根本是 揮日人類的共同體 就說 愛勇也是下午才會出來 霸天橋坐跳舞繽紛 怎麼會出來消費呢 那些招聘是因為高層串通了 有些人做的事情 是太過不堪了 我在香港也這麼說 我沒所謂 其實看到的事情 根本是 人們不敢發聲 我那些朋友 你不出來說 哪有渠道 哪有渠道說這些話 沒有渠道 哪有人來 沒有人理會的 你出聲 根本要在香港混合 你就沒得混合 所以你看到很不合理的人 很不合理的人 都不敢發聲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發自在說 有某大集團請公司司機 17000元個月 不止開車 還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然後還要去澳門 即時沒有人肯做 其實他們出的條件 根本是不合理的 其實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們要壓低香港人的工資 現在根本是有些人要這樣做 他在立法會有九成人 都說要支持輸入外勞 其實你就已經知道很嚴重 就是你勞工階層 沒有人能保障 勞亂 他為基層出聲 就是勞工階層出聲 都是沒有用的 根本呢 都是被那些人 成了一輩子的那些人 控制著市場 我講過現實 那 滴丁就說 請外勞要兩三萬 但是他請本地人 起床點萬四 之後再分成 我就告訴你 其實根本 你請外勞這件事 其實根本就是 令到市場 根本就沒有了信心 而且那些人一看到 那些人知道 你跟我說 不會影響本地人的工資 黃偉倫那些 是瞎大眼說謊的官員 出來說 不會影響到一般本地人的收入 那些本地人現在要轉工 他是怎樣的呢 他找回現在的人工也找不到 你還不是立竿見影的功效? 有時候我也很生氣 因為我看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生氣得不得了 威就說 減薪就可以再加租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Ritter UMM 說 議員應該用外勞來代替 唉 現在你看到的情況 就是很多事情不妥了 那 比較有錢的人 他看到這個問題 就不是這樣 比較有錢的人 就是說 香港現在流失了一大班勞動力 我們要補充勞動力 那就要輸入外勞 但是他沒有計算一件事 你自己看到流失了勞動力 那些勞動力是什麼階層 是個個階層都有 但是你輸入外勞 你只是相 社會比較底層的人 你專門想這些方法 去相社會底層的人 你究竟 你想這些政策的人 是有多衰革才行 是衰革到不得了的 其實是 冒日凡星就說 有個南亞籍朋友 他就是在機場做基建的 一個月三萬多 如果請外勞 應該不用這個價錢 但是真的很辛苦 本地人未必做得到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你請外勞 你要想的事情就是 要包含住宿和交通 所以 他們現在出來說 要輸入外勞的那些人 就是要政府包含這兩件事 就是要找一個地方給他們做宿舍 跟著交通 他們自己想一件事 其實交通 分分鐘都要政府想起來了 其實 現在結果 他的福利主義 就不是 窮人要求政府給福利 而是有錢人 要求政府 再給他們福利 政策的支援 是可以讓他獲得更多錢的 那麼 你說有沒有用 這樣行不行 是不是真的可以 這些事情 其實你想一下就知道 你這樣做是否對 你想一想就知道 根本有很多問題 河虎就說 外國也是搶勞動力 但是就像BNO那樣 帶了錢去 而香港就請外勞 帶了錢走 香港政府真的沒有朋友 是河虎說的 但其實我也同意河虎說的 阿威就說 香港要開商鋪空置稅 就是租無稅之真 不是不行 但是現在已經很難做 其實有些鋪為什麼租不到出去 就是他們不想影響銀行的貸款 為什麼不想影響銀行的貸款 因為估值會有問題 有些是 不過我不說了 就是這個 夜繽紛 我是不看好的 老老實實 因為你核心的問題 你都沒有解決 你怎樣夜繽紛 你是不能夜繽紛的 老老實實 真的 我的看法就是很粗錢 就是這樣 好 休息一會 我會再講兩個話題 今天應該 應該還有半個小時 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其他話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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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